我們在買的時候 還是要買乾爽的 海帶牙 妳怎麼知道它爽不爽 乾爽 乾不乾 我跟你講真的 乾爽的海帶牙 其實你捏它是會碎掉的 這是重點 是 是重點 好 來了 這個大家都會在市場上買到 然後也會在小吃店吃一家 但是這裡面有汗鯉 我剛剛問了班老師 對 還有一個鞍的成分在裡面 為什麼 那是自己添加的 因為這樣子泡的時候 它會第一個 它就會比較蓬起來 然後又有脆度 又有光澤 好 剛剛小可講到的一個 正確的 我們自己在家 你有沒有泡過海帶 泡過昆布 你就用水 冷水來泡 它就泡得它不會那麼厚 也不會脆 不會就是暖暖 可是我們如果說 我們如果是煮一鍋湯 湯裡面加一點點鹽巴 一點點的醋水 你把它丟進去 一滾就熄火 它那個海帶就是會有脆度 你再拿起來 你要做什麼再去做 所以這個海帶 就是從昆布泡發之後 做成的 那只是它在家 但是我跟你講 外面在賣的不是我們這樣子的方式 外面它們直接一定都是泡一些 化血藥品的東西 因為它才會又厚又脆 然後不會滑滑 我媽媽有一次很好笑 她跟我講說 她洗海帶洗 怎麼洗都洗不乾淨 她把那個熊一層又一層 一直洗掉 把那個好的東西都洗光光 那是水龍性膳食纖維 是 對 但是像這種 其實一定都被破壞差不多了 最主要就是它添加的一些東西 像這種就是我們的 紫菜 煮湯的時候 紫菜也有份真的跟假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說你買的時候 你還是要聞它的味道 它如果是一個 非常天然的一個味道的話 就OK 不管你買的是這個 就是海菜也好 昆布也好 回家就是盡量快一點來煮好 不然因為它會 可是它不是乾燥的嗎 但是你一接觸到空氣的話 它還是會 一開風的話 對 或者是你趕快把它 用密封 那如果我把冰冰箱 可以嗎 可以 那你現在有那種 密封的那個夾子 用那個夾子就可以 是 好 其實我們一般 買昆布的時候 我們要看它的顏色 你如果昆布它的顏色 其實它是黑色對不對 可是它帶有一點點的綠 它就是最好的上品 還有一種就是價位的問題 通常店家都會考慮到成本關係 它就會把價位壓得很低 這其實價位越低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衡量說 價位越低 添加物越多 因為它讓它膨脹 有重量 添加物不是都要成本嗎 對 可是它就是成本很低 添加物的成本只要低一低 它可以讓你發了很多 所以這個添加物真的會 我們老實講會害死人 所以老師就知道 所以我們在用製裁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一般我們海帶牙買到的時候 大家會說 包裝嘛 它要怎麼樣去清潔 它沒辦法去捏說它脆還是不脆 你就咬 聲音越脆 它這個就品質越好 對 然後泡下去之後 你看它的顏色有變 照理講 好像類似我們講就是清水的湯 如果它有變顏色 這個千萬不能吃 有染水 對 這是重點 蔬菜我說的假的就是 因為曾經我親眼看過 泡下去水變紫了 對 那個真的不能吃 還有味道 味道那個異味非常非常的重 這個就要特別小心 所以我們只要選擇優良的廠商 然後在它的價位的潛定 我相信你會選到好的東西 不過講到海域 真的差很大嗎 對 其實那個依依剛剛講 對了啦 其實我們像 我一般都會買這個包裝的 就是可以看到這些產地 其實在海帶的加工過程中 我們也要擔心有一些這個 就是它海水本身就是有一些生 那我看過一些中國大陸 它的建議就是說 可以讓一些生就是流失掉 因為海產類的東西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生 那剛剛邱昂老師有一個提醒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那個 要注意 因為那個如果上面有煤斑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整個都有了 真的不大合適 那我好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水溶性的那個什麼膳食纖維 那不會因為就是多泡幾次 然後就流失掉了嗎 所以它是建議不要超過六個小時 要泡這麼久喔 妳是要去抓它嗎 它就不會一直抓它 對 它不會一直掉 有限 對 了解 那像買回家都怎麼樣來處理 然後再做料理呢 我不會泡太久 然後會以冰水為主 就是比較冰鎮的水為主 因為怕它泡太久會爛掉 如果已經買回來 已經不是很新鮮的話 你還是要其它那個味道 還是怕它味道會不好 然後乾貨的話 我比較不敢嘗試 可是就我以前對乾貨的認知 我覺得乾貨是不是要先泡溫水 再泡冷水 這樣子它那個 為什麼要泡兩次不同溫度的水 你怕有雜質 對 怕有雜質 也是怕有其他的一些 不好的東西在上面 先泡溫水再泡冷水 是有一些南北乾貨真的要 因為二氧化硫 但是因為海帶的加工 這個也會有二氧化硫 海帶不會 所以海帶不需要 但是其他的這些南北乾貨 真的要先泡溫水 60度之一泡30分鐘 可以去二氧化硫 但是海帶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大概有幾個做法 你可以如果不是那種紫菜那種鹹的話 你就泡一下鹽水 它也會比較快發 那另外有一個 對 另外有一個就是泡洗米水 但是洗米水 你不要第一次洗的米的水 就拿來泡 最好是後面幾次 就是兩三次之後的水 的洗米水 才不會有蔥軟 也不會有農藥殘留 為什麼要用洗米水 因為其實洗米水泡的話 對 然後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蒸過之後再來泡 這樣也可以 就用電鍋稍微蒸一下 蒸過不就幾乎快熟了嗎 不會 你不要加水 你直接去蒸一下 蒸過以後 蒸過以後再泡 那個燙燙就比較不會掉下來了 這樣子 那就保留得比較完整 了解 對 好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處理 它的撇步 當然料理要好吃 依照我們這一種海帶的料理 怎麼樣可以快速5分鐘 把它搞定呢 來 譚老師幫我們示範一下 來 譚老師 這是黃豆乳海帶 這個很特別 其實這個就是 把這個海帶拿來當高湯的底 是滿好的 其實大概2000cc的水 你大概丟一些昆布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沸騰之後你就熄火 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高湯 然後因為為了不浪費 因為這個高湯可以煮其他東西 我們就把這個海帶撈起來 那撈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跟這些黃豆 一起加一個調味 然後變成滷了之後 就可以當一個小菜 有時候小孩子在便當還滿方便的 那妳黃豆在這邊是要先泡 對 但是泡黃豆 絕對不要在室溫下泡黃豆 對 因為泡黃豆一定要放在冰箱 因為12度之以下 不會當黃取毒素 那你就泡好之後 那其實為了節省能源 你可以在電鍋裡面先蒸一下 讓它爛 那煮的時間就很短 就說管了 對 那這個是稍微泡蒸煮過的 然後就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打開火 然後我們就用一些醬油 那這個黃豆是比較難熟的 醬油 那我用一點這個肉桂 然後八角其實 對 八角其實一點點 讓它有一點點香味就好了 那我們加一點辣椒 這八角魚放下去好像啃瓜子 對 然後我加一點那個 辣椒粉 香料粉這樣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很簡單 我們就讓它燒開 燒開之後 這個海帶只要丟進去再沸騰 然後就可以熟過 所以這個海帶就是 我們剛剛在煮高湯 煮好的 對不對 當它來撿一撿就可以當食物來吃 對 然後這個湯 就可以做其他用途 就是高湯 對 一物兩用 就是省著點 然後又可以當著這個 然後又有個高湯 來看一下 當它滾 來 然後那個香氣 八角的那些香氣 然後它滾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海帶丟進去 然後只要滾了之後就可以 因為這個已經有第一道的處理 對 那其實這個可以當成一個便當菜 因為你放久了 它的味道就會更重 對 但是以節約能源的觀點來看 我們就是不需要再滾了 不需要再滾了 就是開了 它已經開了 已經開了 它已經開了 因為砂鍋它自己本身還會在煮 對 反正黃豆之前蒸過了 它已經是熟的 對 然後這個再開過 就非常好是 這都已經沸騰過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就把它熄火 熄火 你可以就是給它 對 可以就是 這就是完成品了是不是 對 然後可以 好簡單 真的很簡單 而且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有沒有 有時候少一道菜 對 然後冰箱也可以吃 然後有時候少一道菜的時候 就可以給小孩當便當的菜 我覺得還滿簡單的 黃豆營養又高 又是多脂蛋白 對 但這個是我們光吃料 那個湯頭就不要了